有時候寫歌就是亂寫 那其實我也不知道那個沙灘到底在哪 就是突然想好像那個畫面蠻美的 然後就寫一個在沙灘躺著睡著的畫面 就是發揮想像力 那我接下來剩下最後兩首歌 好我現在真的要來問這個問題 認真或大意的請舉手 一定有九 大二 大二就是 大二 大三以上有沒有 好大三以上的男生還沒交到女朋友的 手部的放下 一個吧 剩一個這樣很好 對了 紅甲夾色的那個 大家都還蠻優秀的 應該是吧 對 沒關係啦 你應該很快就會交到女朋友 OK 那為什麼會講這個 因為你知道每個社團後來都會有這樣的故事 就是 我是跟大家一樣 在這種吉他社長大 算是一個大家庭的感覺 然後 我們四大吉他社跟我們的制度有點接近 就是 你們是大二人當幹部 然後大三才是核心幹部 對 其實四大加聖也是這樣 然後我算是那種 畢業退伍以後 還會回去 跟學弟妹那邊鬼混那種好學長 那他們 他們就很會調康我 就叫 欸賣書賣書 對他們來說我好像是大叔 就是這樣 那是那樣子 就是我 我常常認識那種學弟 通常大一進來還蠻天真活活可愛 大二的時候就覺得 他好像有一點點比較成熟 思想比較成熟 然後開始有一點顧慮 然後多了一點點事故這樣子 然後到大三的時候 通常會往兩個方向走 一種方向是 哇正面積極向上握 然後開始認真念書 準備考研究的時候 或者說他在某個方面 已經找到一個 很好的一個發展 另外一種就是那種 你問他最近怎麼樣 他只會跟你說一句話 啊我就廢啊 啊我就掳啊 就這一種 對 大三的時候 通常就是一個困棄點 然後我一個學弟就是這一種 他說大三的時候 我就廢啊那一種 然後他當然想當的就是 也是沒交到女朋友才會這樣子 然後我這個學弟 所以他終於 因為他上了大賽 他成功當了吉他社的核心幹部 而且他辦了某一次的懲罰 然後從此以後 那個學妹 大衣學妹對他眼光就開始就這樣 就是不太一樣 你知道嗎 那這個時候 他就終於有一天 他成功跟一個大衣學妹在一起 這種故事應該 社長也會發生嗎 然後他跟那個大衣學妹在一起了以後 其實全世界為他開心 他那天非常的高調 上天晚上他就在他的SB上發一個動態 叫做穩定交往中 這個很高調你知道嗎 他那個穩定交往中的動態 瞬間破了他人生戰術的最高幾個 300多個 這厲害了 他說平常只會做好我就廢啊 突然打到一個300多個讚這樣 然後就在那一次以後 全世界為他開心 可是我過了兩天 我就看到他在那個 四大夜市出口 那個四大小公園 一個人在那喝悶酒 我都覺得很奇怪 到底是怎樣 最近都過得很好 我就跟他一聊 然後聊天才發現說 啊天啊 你竟然跟那個大衣學妹在一起 你才兩天就分手了 兩天真的有點悲哀對不對 我每次都覺得這真的是很扯很扯的夜市 這兩天還不稀奇 你知道後來 因為我覺得這兩天實在是讓我覺得太 心裡太有感觸 太震撼了 然後我就幫他寫一段副歌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寫歌其實你們不用急著一次 就把這首歌寫完 就像這次我就只寫了一段副歌 那時候幫他寫了 因為我覺得就是來衝衝去衝衝 好 我就寫了 於是你明白了一些事情 明白了一些事情 一路愛情 像真青春的那場大雨 來的時候 往往措手不及走的時候 他轉身就離開你 誰都無法把永恆留在哪裡 就來的時候措手不及走的時候他轉身就離開你 就誰都無法把永恆留在哪裡 我會覺得這跟他很貼近 然後他聽完我寫這段副歌 我幫你寫這段副歌 他就很開心 他就好像有一種被療癒的感覺 然後學弟就覺得好像生活沒有那麼糟糕啊 還是找到一些美好的地方 我就算是保留一點點那個 雖然只有兩天 但是算是一個成績很美好 就記住這一刻就可以了 但是你知道嗎 我這首歌他就是一種寫一半就斷頭了 可是他就抬著 可是我覺得還不錯 他在抽屜裡 那每個創作的抽屜裡可能都有這種 很多那種伴手的片段 那種劇的歌 那你知道後來怎麼寫嗎 是我後來又認識的另外一個學弟 然後這個學弟就有趣了 我跟他聊說 我之前碰到一個學弟他好鏘喔 他竟然跟一個學妹在一起 他兩天就分手了 結果這個新的學弟跟我說 這沒什麼啊 我跟我前女友也是在一起兩天就分手了啊 然後我跟他說 你可以前女友也是在一起啊 現在大一個年輕人就這樣 跟我那時代已經不太一樣 現在好像兩天是一個很常態的事情 然後我就跟他聊下去 最後我一對才發現 喔原來這個學弟呢 那個兩天女朋友 跟上一個學弟兩天女朋友 是同一個學妹 這個就厲害了 所以後來我就把這首歌 整個寫完了 他就叫做女士女朋友 而且他有一個超完整的故事 就從他們兩個人身上評湊出來 然後我要偷偷講一下 有一個小虛榮的一件事 就是這首歌竟然 因為我透過唱片公司發行 然後他們有把這個歌唱到KTV去 他竟然出現在那個好樂迪的 新歌點播排行榜上面 我會覺得很神奇耶 因為我們這種做獨立音樂的人 都會覺得我們好像蠻小眾 聽的好像不多 就沒想到有的東西出去 好像真的有蠻多人在唱的這種感覺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歌詞 剛好打動了很多 可能如果 演歌的人可能有很多 懂得多兩天的學弟 哈哈哈哈 好 來唱這首 於是你明白了 你明白了